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七十九集 别人的话 关慧额可以不听 同床共诊二十多年的丈夫 周国斌对家里的事轻易不发表意见 一旦开口 关慧额就要仔细考虑下她的话 行 他尽量用公正的态度 看待周成的第一个对象 高考成绩公布了 没上门 或许是要等录取通知书收到了再上门 夏小兰无从得知周成母亲的负义 她就没有见家长的打算 周家那边自己脑补了各种戏 康伟是七月二十一日到的阳城 京城直飞阳城白云机场 带着蹭机票的邵光荣 这辈子夏小兰还是第一次去白云机场 一九八四年的白云机场 看上去有点简陋 停机坪里的飞机寥寥几架 航线也特别少 京城和阳城都是国内的大城市 相互之间才有航班 民用机场好些地方都有了 还是那句话 级别不够 没法坐飞机 康伟和邵光荣都有单位 两人的单位还不差 这是他们能买到机票的原因 邵光荣再次见到有钱人的灰金 玩摩托的小爱好要花钱 工资和奖金能让他吃喝不愁 可在其他地方就紧巴巴的 他都二十二岁的人了 一直问家里要钱也不好 邵光荣是工作的前程想要 现在即使享乐的大团结也想要 康伟说他太贪心 邵光荣也承认 但是像康伟这样财务上自由了 瞧着可真他喵太爽 夏小兰瞧见邵光荣有点意外 也没表现出来 这会儿宝太逗 上来就喊 嫂子吉祥 谄媚得像个小太监 夏小兰猜对方必有所求 欧秘书之前财邦过忙 办过远回的资质和公司注册 有一半的人情 夏小兰都记在了邵光荣身上 他肯定不会吝惜笑脸 倒是这两人还没恭喜 夏小兰拿了高考庄园 就瞧见他手上没有拆掉的石膏 嫂子 您这是 哦 筛的 还没告诉周成呢 你俩可别说了嘴啊 夏小兰表现得特别自然 康伟和邵光荣看起来都没怀疑 夏小兰直接带康伟去瞧现场 小商品市场挺杂乱 各种摆地摊的 顾客的来源特别杂 有渔民 有在外资厂上班的女工 也有来鹏城原建的建筑工人 小商品市场上五花八门啥都有卖的 连锅碗瓢盆都有 唯独没有装修材料 夏小兰一下搞个四层小楼超过一千二百平方米 康伟就觉得这生意规模有点大 不是康伟没见识 除了百货大楼 哪里去找这么大的零售店 现在没有超市 没有卖场 一般人家的房子就五六十平方米 四层楼加起来超过一千二百平方米 可以提供给二十几家人居住 对 不是二十几个人 是二十多户人家 这么大个地方 怪不得夏小兰要拉人入伙 康伟倒腾香烟 每个月过手的钱 肯定比夏小兰的服装生意多 但她这东西是异地倒卖赚差价 根本不用有实体店 顶天就在火车站租个房当仓库 四层楼的店 但康伟也不晓得要咋弄 夏小兰拉她坐下来是谈正事 七月下旬闷热得厉害 四楼上摆了一张大木桌 几把凳子放了一堆纸 楼房里是通电的 临时摆了两个风扇 嘎吱嘎吱摇头 拼命制造着流动风 其实也没啥用 因为空气就是热的 带动起来的就是热风 康伟和邵光荣不一会儿就热得满身是汗 生意是夏小兰白珍珠还有康伟三人合伙的 旁听的可不只有邵光荣 还有刘勇 刘勇好歹是干过装修的 机缘巧合之下 连招待所这种总价上百万的单也接了 他有经验知道要用到哪些具体的装修材料 夏小兰指指桌上的纸笔 今天是开会讨论 每个人有意见都可以提出来 咱们当众探讨 首先我们要确定店里该卖什么 卖什么 康伟想到自家的装修 都说电器紧俏 其实电器并不是最难买的 难买的是墙漆 国内流行的还是刮大白 是刷油性漆 像刘勇给他家装修用的乳胶漆 可以调颜色的那种 因为此前没有市场 国内根本没有厂家生产 康伟是托关系 才买到了一些日本产的乳胶漆 乳胶漆还有墙纸 这两个必须要 白墙干净好看 要是想装出点风格 还得有点色彩点缀 这时候已经有墙纸了 早在十八世纪中叶 英国人就开始用机器 大批量生产印刷墙纸 这种技术发展到今天 已经有了发泡墙纸 发泡其实就是网板浮雕发泡 这种墙纸表面会有明显的凹凸感 手感柔软 立体感强 缺点是不够防水防潮 容易长霉 乳胶漆还行 墙纸的话 主要在鹏城买 夏小兰打了个问号 白珍珠能说出点啥 她跑去招待所施工现场看过 就觉得地砖好看 容易打扫 比水泥地面好看 亮堂堂的 就是要小心滑倒 滑倒的隐患 也是能解决的 因为现在好多厂家生产的瓷砖 主要用途是用来装饰墙面 要有光泽 在阳光下才会好看 同样是瓷砖 把地砖和墙砖分类就行 后世也是这样 地砖能上墙 可墙砖贴在地上就不合适 地板原本是好的 比地砖逢华 可楼层不够高 就不合适了 蓬城的回南天太潮湿 石木地板铺在低矮楼层 简直要命 和发泡强指是一个道理 刘勇觉得灯饰很重要 房子装得再好看 要是灯具搭配不上也没用啊 合理地运用灯光 能制造出很好的气氛效果 刘勇对这方面还没成专家 具体还在摸索中 讨论了半天 初步定在一楼卖墙面类装饰材料 油漆和墙纸都算 二楼卖瓷砖和木地板 包括更便宜的地板格之类的地面装饰材料 三楼卖厨尾等五金产品 四楼大家觉得可以卖灯饰 夏小兰有点不同的规划 她暂时没说 我想你们都更关注大家合伙的比例问题吧 亲兄弟明算账 大家现在谈钱不好意思 以后才会闹矛盾